兩位岩漆漆人 今天在加州的Yosemite National Park做了歷史 Chomi Kanderwell 與Kevin Jorgerson 成為全世界首個用自由攀登的方式 成功征服黎明之壁的攀岩家 黎明之壁的高度有914公尺 壁面光滑垂直 自由攀登只能依靠雙手雙腳 繩子只是抓住你而非幫助 一個腳滑就得重頭再來 雙手傷痕累累 身體疲憊不堪 能讓Kanderwell 與Jorgerson 放心休息的就是美國戶外品牌 Black Diamond 的帳篷 Black Diamond 前身是Panagonia 創辦人 Yvonne Chonel 成立的 Chonel Equipment 後來面臨破產才由 緣工Peter Maccalf 集資買下 I got into this business because my life had been shaped by the community of climbing Peter Maccalf 自己就是攀岩家 Black Diamond 的設計 也都在幫助攀岩者爬的每一步 都平安順利 那這個岩屑呢 代替這個岩釘 那岩屑呢 可以看出來有各種不同尺寸 從小到大的耗水 那根據岩屍上面的裂隙 選擇你適用的岩屑 不過那種岩屑也一樣 也是有小有大 那它的適應範圍就更廣 因為它如果是裂隙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縮小 放入裂隙內側 然後它會自己就張開 張開之後呢 就會成為一個牢固的固定點 一個最興奮的產品 我們在這裡發展 是一個產品 叫做Jetforce Jetforce Airbag 是一個富有安全氣囊的背包 一分鐘就能充氣完成 遇到旋風時 能保護頭頸和受傷 Chall Me Canterwell說 攀登黎明之弊的每一秒 都是跟極限的對抗 如同Peter McTiff所說 要有51%的做好準備 49%的渴望 每個人都能成功攀登 生命中的黎明之弊